文中说 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 我在凤梨工厂打工的时候 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好喜欢你 我从来没有忘记你 你当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真是傻小子 凤潮就说 我常看见你跟别人聊天聊得很开心 可是跟我见面的时候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其实我发现我有点嫉妒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对你可能也有好感吧 文中说 你看到了没有 你老师答应跟我交往 太好了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这个陈文中也真的是太可爱了吧 这傻小子还差一点就失去了告白的机会呢 还好 凤潮啊 有感受到 存婚中的心意 这两个人甜甜的爱啊 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幸福哦 哎呀 大家会客室啊 我们就来欢迎林凤潮老师少女时代 林文宜你好 爱子老婆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文中校长的少男时代 子姨你好 文中你好 文宜好 全球大家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跟着两位啊 王子公主已经谈过了 他们怎么样的来电法 那现在那个戏剧已经进入到了 就是凤潮老师跟文中校长他们在少男少女时代 他们的告白 有一场戏我真的是觉得好有趣 就是说他要约 就是文中校长要约这个凤潮老师来告白的时候 那就讲不出话来 一直练一直练 对不对 他跟榕树讲话 对着一棵树讲话 对着一棵树讲话 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凤潮老师也要表明自己的心想法 竟然是背过深 然后背着他然后就这样讲 害他那个傻小子还弄了一下 是不是你不要理我 原来是 那个是要古时候的告白 不是不是不是不 也不是古时候的告白 其实我算练 算一算 算一算 凤潮老师现在八十岁 对 想当年那个时候学校刚毕业 应该二十左右 二十出头 对 好像差不多二十 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是专毕业 对 差不多 真的就是也是50多块60年前 那个时候的告白 是真的很不好意思的 对 现在不会这样 现在不会了 现在人不讲话是不是 那我要走了 因为这个人 我在想 会啊 会吗 你要告白这件事情 现在很多时候不告白了 好像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但是你要去做 我是卡在这个80岁跟你们20几岁的中间 这个好像也 现在年轻人不太会特别说告白或怎么样 告白这两个字好像是 不是现在年轻人会吗 对 现在不太会讲 你是要问我什么 我想问阿布的少女时代的时候 也没有告白的经验 你应该问我小时候吧 就少女时代 阿布的少女时代的时候告白 我都直接告诉那个人说 我好喜欢你 真的假的 天啊 问你好猛 是啊 然后人家就吓跑了 然后我有个名字叫做三八 是喔 我们那个年代我还算是比较这个 我因为个性极 所以你是很直接的 不是 很比较直接 我也不太 如果女生跟我告白我也不太 你会吓跑 我会吓到 会觉得太直接 对 对 我或者是我会装没听到 还还装没听到 如果我真的喜欢她的话 我真的喜欢她我会装没听到 然后我来跟她告白 喔 对 我不太习惯女生主动这件事情 这她的个性是这样的吧 对 现在你看说像日本啊 男女就会变成草食男肉食女 对 女生都直接就讲了嘛 对对 对不对 那婚姻呢 你会 你应该不敢在这边讲吧 不然你爸妈会可以 不会 不会 不会吗 可是我从小到大 其实我好像没有跟人家告白过 都被追的 对 被追 被人家告白 我是被告白 被告白是什么感觉 被告白就是要看告白 就是告白那个人 是不是你喜欢的对象 对 如果是喜欢 那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但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好凶 像那个演你弟弟的文艺 他们这个世代就不一样了 你就觉得他才是叫做高手 高手中的高高手 要跟他学一下 你们戏拍完到现在 我有被这个小朋友吓到 听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几乎要向你告白了 不是几乎 他天天向我告白 这么告白 对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我被他吓到是觉得说 真的很直接 他那时候拍的时候 是才三年级吗 八岁 才二年级 对 二年级 二年级的小男生 他怎么做 他就是因为 戏里面就是我是凤潮师姐 他叫我吵吵 但是其实我也是他大嫂 但是他会跟他大哥吃醋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戏是 其实算是我们最后的回忆戏 就是他是凤潮就是做梦 对 是我们最后回忆 然后就是他要骑个脚踏车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下雨 然后我撑着山这样子 算一场还蛮浪漫的戏 每场戏没有大头 可是他在旁边监视 盯着 他在盯场 只要他今天有戏 他有来到现场 我们两个只要一拍 他就在梦里的旁边看着 对 看我们会接触到什么程度 监看 监看 对 那他有没有问一下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就是情敌 觉得为什么 情敌 他就觉得为什么 吵潮跟他的戏写得这么少 对 我说 他是你大嫂 你们两个要什么戏很多 嫂子包饺子吗 然后他又狂送礼物 他送礼物 现场送礼物 而且我觉得他是很贴心的男生 从小就是一个贴心的男生 他会记得我的喜好 像我不喝饮料 然后我最近在拍另外一部 五代剧场 他特地来探班 他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然后带了一瓶女生会喜欢的 副什么美眼影 对 然后就这样捧着他说 我知道你 我记得你不喜欢喝饮料 这个给你 你看这个还真的是 得学了一点融化 你看融化 听到没有 他现在到现在还在PK 我刚刚跟他传了讯息 我跟他说你今天要来吗 然后我传了我跟宁伟一两个人的合照 他说你们在哪 然后我马上传了 因为他现在在跟Nana 李谦娜娜在拍 拍戏 然后他说我跟Nana拍戏 不 我不能去 然后我马上就传了 对 我跟艾珍妈咪的 她说你要不要过来 给艾珍妈咪救命一下 请艾珍妈咪帮我安排一下 不时得 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好 那像拍你们这样子的 一个告白的场景 也选到了一个是 非常特别的环境 一个学校 所以其实在拍的过程当中 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都已经七点四十了 家里只剩我们两个 因为每个文艺都已经去学校 就想要下去 学校都要升起了 好 好了 好 赶快走吧 好 赶快 我们真的要迟到了 快 好 赶快 来 来 走 走 对 好 小心点 动动看 先看 我现在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路面的路况 你期望一点 老公带着我要去上课 但我们已经迟到了 结果呢 我们在半路上听到了果哥 我就赶快要下车地震仗 好 但殊不知 老公的脚踏车呢 后面那个非常精彩 因为是镂空的 太由于本人了 没有什么肉 所以老公一边洗的时候 我着实感觉到 路面颠簸的路况 对 我觉得 一个大早的拍这些还不错 满清醒的 对 至于是现在 后面有一个人 一直绕一绕去 天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有电子跟没电子 真的差很多 你不要骑那么快了 你不是叫我骑快一点 你要注意安全 你怎么都没在注意 我也在看了 你放心啦 停车 停车 快停车 干嘛 干嘛停车快到了 已经开始上国歌了 你也赶快下车地震仗好 好 好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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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还得说几点 对吧 对吧 来 坐 往这天 一点开车 一点大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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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拍MV 拍片头啊 现在我们大概剧场 就是越来越希望可以 年轻化 然后往偶像剧的路线 所以我们 会特别拍个片头 这样子 可能跟正希有 那么一点点关系 可是又没有那么关系 就是走一个唯美头 好 好 好 林老师 在这个山区的小学 小学校 感觉上周围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树 然后有那个红色楼梯 然后有一些就是原住民的图屯都很可爱 所以 就想说有一些小片头可以在这里拍 带小朋友画书业 在讲解自然课 然后 林老师也在里面 就他画一只星星 可是比较搞笑一点 这是你吧 怎么会是我 明明就是校长 大家说像不像